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爱奇艺这两年制作了很多好看的剧 而且题材多种多样,满足了观众们的胃口 今年也有不少代播剧 每个季度排得密密麻麻 看完都要感叹一句 爱奇艺这是又要赢麻的节奏 诚意主演的武侠剧《莲花楼》 也将会在爱奇艺播出 目前正在后期制作 已经顺利过审了 关于《莲花楼》的播出时间 想必很多人比较关心 本来以为会是暑假播 不过在爱奇艺的排播表里面 《莲花楼》放在了第四季度 第四季度事实 11、12至3个月 看来会是寒假播出 在《莲花楼》这部剧里 诚意饰演的男主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 从前她是意气风发 年少就想撤江湖的剑仙李香仪 在和迪飞生的大战里 被最信任的手下暗酸下毒 重伤坠入东海 武功半师 统师初恋权 当李香仪失踪四年后 神医李莲花突然震惊江湖 以前意气风发的四孤门的门主 变成了现在讨饭跑路的李莲花 李香仪变成李莲花后 对什么都很随意 也没有执着于复仇 李莲花再次和乔婉勉相见 对方却已经嫁作人妇 当得知乔婉勉中毒后 李莲花不惜动用内力引发旧伤 快到大结局的时候 李莲花双目失明 右手残废 人甚至都变得痴痴傻傻了 幸好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方多病陪在李莲花的身边 《莲花楼》这部剧是真的虐心啊 诚意这次又要赚走无数观众的眼泪了 剧版李莲花的结局不知道如何写 或许没有小说里那么惨 但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莲花楼》这部剧的质感非常好 作为一部武侠剧自然也是有不少的打戏 诚意的李湘怡被称为绝代剑仙 一首相怡太监名震江湖 可以说是白道的第一高手 官方的物料视频里 也展现了诚意白以武剑法的英姿 其他的主演们 像是曾顺兮 肖顺瑶等 也都是演技在线的演员 李莲花 方多病 一飞升这三位主要男性角色 打打闹闹的日常 也是本剧的一大看点之一 陈都灵饰演的初恋乔婉 戏份应该不是很多 他演这种白月光角色 还是很不错的 乔婉婉和李莲花多年后再相见的剧情 会是莲花楼里的虐心名场面 若是没有被暗算重伤 见仙配美人 那该是多么般配的神仙眷侣 最近有媒体爆料 陈毅赵丽颖将主演魅色动人 毛子俊也将加盟此剧 男帅女教十分亮眼 如果消息是真的 实在太期待了 陈毅赵丽颖之前在《青云志》中就有合作 陈毅饰演林晶宇 赵丽颖饰演女主碧瑶 毛子俊饰演秦吴妍 虽然赵丽颖和李一峰饰演的张小凡是官配 但是陈毅在剧中戏份也蛮多 更是屏住林晶宇一脚打开了影视大门 陈毅的外形条件还是比较适合古装剧 之前也出演过一些现代剧 只是在演艺圈混了个脸熟 但是出演古装剧《青云志》《琉璃》 沉香如泻之后 瞬间被她的颜值迷住 演技也十分惊艳 真是古装界的一匹黑马 最近更是被网友更是被评选为古装四皇之一 现在她的重心也放在古装剧 带播剧《莲花楼》 《英雄志》也未播鲜火 剧透中风诚意状态十分完美 十分期待她的作品 赵丽颖从复出之后就一直追求转型 接手的题材类型也比较多 以前灵动可爱萌妹子瞬间变成端庄温稳大气美人 岁月的沉淀也让她更有气质和内涵了 从与林更新与奉行的状态 就能看出她还是依然美丽可爱 并未受到离婚风波的影响 专注自己事业 《贝色动人》原著作者《六月十九》 该剧也是穿越剧 男主是因与狠力占有欲强的邻国世子齐战 性格比较封披腹黑类型 女主是娇软可人 版主吃老虎的小白兔 相处细节十分甜蜜 如果他们俩能够二搭 收视率肯定爆火 非常期待 你期待他们二搭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